曾拿下比基尼皇后大赛冠军的女星张家伟 因为经常在八点党饰演小三 恶女形象爆红 她在民事多情城市中 戏里面对父亲多出私生女 频频吃味气愤 而其实在现实生活中 她一岁多时 父亲就离家 相隔二十年才见到生父 而且今年过年还多出了个妹妹 让她笑称自己的身世 有如八点党 女星张家伟演技大爆发 在民事八点党大戏多情城市 不仅饰演小三 还为了抢父爱与妹妹争宠 其实在戏外 她的身世也如同八点党一样精彩 今年过年跟爸爸在她女朋友家 和爸爸一起对着镜头装可爱 张家伟秀出照片 因为她一岁多父亲就离家 相隔二十年才见到生父 跟爸爸是二十岁的时候 才正式见面 然后也才有聊到天 然后当时也才感受到 原来爸爸是什么样子的 今年过年的时候 又跟她的新女朋友见面 然后女朋友跟她的 自己的女儿十八岁了 那等于说我又多了一个妹妹 张家伟好不避讳谈自己家世 也坦言过去对父亲不谅解 但试过境迁 如今已经释怀 她就是会直接传奶给我 她会传很可爱的铁图给我 然后甚至传车子的罚单啊 然后大概就是提醒我一下说 宝贝啊小心开车啊 随着年龄增长 让张家伟学会珍惜 工作上也很努力 出道以来专攻演戏 勤练台词拍戏 更挑战舞台唱跳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外表美艳的张家伟 从不吝惜展现好身材 工作认真有经验 就是希望让大家都能看见她的努力 明镜新闻 陈延林 吴俊德 叶崇豪 新北报道